主料,糯米粉200克,胡萝卜100克,豆沙馅50克,辅料,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胡萝卜切成小丁,倒入料理机,加少许清水,搅拌成泥,把搅拌好的胡萝卜米,用路勺过滤处置,准备搬碗糯米粉,慢慢加入胡萝卜制,以免一下加太多, 边加边搅拌,合成面团,依次分成小份,包入豆沙馅,锅中烧水,水开的下入汤圆,助制扶其机可出锅,烹饪技巧 一,胡萝卜制要慢慢添加到糯米粉里,二,也可以包入任何自己喜欢的馅料,三,现做的汤圆要水开了在下锅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